這次是規模最大 參與人數最多的環太平洋軍演 請我先講一下 因為剛剛那位是台裔的美國人 他是參與洛杉磯 來自洛杉磯的海巡隊 所以確實其實美國有派選 這個海巡單位一起來參與 不是台灣的海巡隊 是美國 台裔的 所以跟台灣也算是有關係 但重點是這一次的環太平洋演習 大家看到Rimpact環太平洋 可能會想到那個大金剛 Pasific Red 確實有點類似 請你去看說這整體的規模 因為他們總共有25000名官兵 大家沒聽錯 25000名官兵 超多 40艘船 150架飛機 超大規模 你知道嗎 29個國家參與 而且你知道剛剛看到那個地圖 我們先來到地圖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環太平洋 其實我跟你說 這次還有歐洲參與 連德國都首次派遣 連大西洋的人都過來了 所以應該是環球演習 那環球演習最可惜就是沒有了誰呢 沒有中國 過去是有的 後來幾年前的時候 美國說我們環太平洋 好像針對的就是 18號就沒有了 所以後來就沒有再邀請中國 但回到這個 最近的最新發展 因為這環太平洋演習 其實已經開始了 一直到8月2號 它會持續的進行 那8月2號之前 會越來越精彩 包括我們其實剛在看CV的時候 有提到 最後會有一個靶船 對 美國還特別派遣 一個兩棲攻擊艦 對 這個然後是很大囉 四萬噸 跟中國一樣的兩棲攻擊艦 跟中國超像的 四萬噸是跟它的洞七五大 對 零七五差不多 但接近遼寧號 對 接近遼寧 接近山東 因為山東大概5萬6萬噸 對 所以這已經四萬噸了 30幾架戰機的一個兩棲攻擊艦 聯合轟炸把它轟炸掉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要模擬說 如果中國要來犯牌的話 要怎麼去處理中國的船 好 但除此之外 最近越來越精彩 所以美國海軍的這個 卡爾文森號 卡爾文森號 他是一個航空母艦 他也即將要前往 他昨天已經離開這個珍珠港了 要前往這個所謂的 夏威夷的這個海軍基地周邊 那他其實是10萬噸的 這個大型的航空母艦 這個超過100架飛機 及這個直升機 所以是大規模的 很多人都說 美國一個航空母艦 就等同一個國家的軍隊 對 沒錯 我覺得大概是事實 因為你真的看上面 其實有7000名官兵 超大規模的 那再來可以看到 澳洲的海軍 也派遣他們的雪梨號 通常叫首都的 應該都是大型的成艦 所以派遣他們這個軍艦過去 美軍還有派這個補給艦 這也正在前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剛提到 27號到8月1號 8月2號收尾 29號 29個國家25000名官兵 40艘水面艦艇 三艘潛艦 其實我老實說 搞不好不止三艘 只是因為他公布的 他能公布就三艘 因為他也知道 你也吵得到 而且這個很特別 韓國還派潛艦去 韓國也去了 而且韓國是潛艦去 蠻酷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 最有趣的就是第三階段 因為重頭戲就是集成 因為我跟你說 美國過去這個 RAMPAC已經大概30幾年了 幾乎沒有這麼大規模的集成 就是沒有這麼大規模的拔船 你看一個拔船 用到一個像航空母艦 類似的一個兩型 4萬噸的船其實很大 拿去賣掉不香 很大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都沒有4萬噸的船 對不對 他直接到拔舰讓大家去摧毀 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我很快提一下 其實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參與者 是分為兩大類型 對 第一大類型呢 就是說真的主要參與國 所以包括日本 韓國 加拿大 美國 這個紐西蘭 澳洲等等 這是主要參與 有派遣官兵 有他們的軍艦 但是有另外一個類型 就屬於比較觀察型的 或者是說 或者就人道救援 因為他有一個人道救援的草原 大家可能東洋的國家 比較擔心中國就參與人道救援的部分 當然最可惜是台灣 那我跟你說 美國本身其實有意願 為什麼呢 2021年美國國會 在通過國防預算的時候 就已經有建議說 行政部門要邀請台灣參與 我後來的理解是什麼 確實美國有很多人 希望邀請台灣參與 問題不是在美國本身 問題是他其他這29個國家 尤其我們大家看 東南亞這些國家 問來 印尼 泰國可能會有中國壓力退出 當然 那美國的想法是說沒關係 因為重點是什麼 我是要制衡中國跟威權主義國家 對不對 所以我越來越多國家參與 這對我是好事 是 所以沒關係 即便台灣沒有辦法 真的是派遣人員參與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有不同的間接管道 去了解到底操演的項目是什麼 對 但是有人不甘寂寞 山東艦跑去了 山東艦說我也要 山東艦你要確定 你敢湊這個熱鬧 我跟你說 山東艦大概是美國航母大概一半的大小 其實真的不大 六萬噸左右 那六萬噸它三十幾架戰機 所以他現在說我也要去 他也要派遣這個四艘軍艦 一起抵達這個沒有這麼近 沒有這麼接近 但確實是穿越巴士海峽 一直到太平洋的區域裡面 來舉行這個軍演 那這個央視就曝光說這個 山東艦成遇見 信有帶刀的侍衛 這個 他們洗龍池怎麼那麼多 大家演習打就打 一大堆什麼帶刀侍衛 大國重器 關島殺手 他們很愛取名字 我覺得大家的規模 可以覺得有所差異 美國的靶劍是四萬噸的 這個塔羅瓦號的這個 兩氣攻擊劍 結果你的操演好像是有人帶刀 然後要去衝進去 然後結果後來有人就是有英勇的 去急救這個逼退這個敵艦 所以我是說這個作戰規模 當然還是有差別 但我其實最後只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朋友圈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朋友圈 這就是另外一個朋友圈 對 那台灣就要做出一個選擇 我們是白色現在 我們到底是屬於哪一個朋友圈 這邊是中國 這邊是俄羅斯 這邊是北韓 這是非洲 對 那一個交友圈就說 這個是會願意保護台灣 願意出兵出力來保護台灣 確保他還安穩的一個交友圈 另外是想侵犯台灣的交友圈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民黨的朋友 真的要做清楚選擇呢 朋友是誰 敵人是誰 真的沒有模糊空間 好 非常謝謝宜翔 我們請宜翔回到位置上 那另外我們請創教科 來到電子牆前面 狀況是這樣 這是演習歸演習 跟另外什麼 軍事部署嘛 對不對 軍事部署 軍事部署有兩個 一個 美國在沖繩部署 36架F-15 E-S 這是改裝過後的F-15 E-S喔 所以要轟炸中國 你說這些事情都直指中國啊 因為呢這個東西 你講部署喔 最重要就是陣列喔 你要懂得基本戰術修養 對 然後這個呢 這是什麼的嗎 航空母艦本身呢 就是一個載台 一個作戰平台 對 所以呢它本來 就需要那些 護衛機 帶刀刺衛 如果說有一艘軍艦 可以直直衝向山東艦 代表著他們連這個 航空母艦的部署陣列 都不及格喔 對喔 因為說美國的航空母艦 方圓300公里 一艘船都開不進來的 對的你今天可以給人家 直直逼近 還需要帶刀護衛衝撞 還想說我有帶刀護衛 代表著他們連嘗試都沒有 搞得像古代的海戰一樣 對阿 不知道我也是魯夫在打海戰 所以還要把他用央視來 特別宣傳 對 你就知道他們的那個差距有多大了 然後這差距有大 但是美國還是做好準備 你為了一小時內可抵台灣 坦白講 你為了中國要攻打台灣 我跟你講 不見得是擴大打擊 是 真的要打台灣七分鐘 對 就可以打出第一顆飛彈 因為戰機直接飛過來 對 只要一架 就算被我們打掉 他也是可能打出飛彈 所以美國還是要防 解放軍呢 現在很可能 就是一種騷擾性的狀況 對 那騷擾性的狀況 一小時之內 如果他就開始 尤其是他們現在有個叫做 人啟動計劃 對 什麼叫人啟動計劃 就是你看天天在我們這邊 繞來繞去啊 對 突然一聲令下 直接就進攻了 是 那這個一小時之內 那台灣當然要進去防禦 那美國怎麼辭援 他全面升級把加首納 就是沖繩的F15 CD升級成F15EX 輕聲線的F16 改成F35 對 因為他本來這些是要退了 對 所以前一段時間 在F15EX還沒來之前 你知道他放的是什麼嗎 F22 所以就是美國一直保到 但是F15EX 你以為說他很弱嗎 他很強 因為本來F15 就跟我們F16是兄弟嘛 對 然後以色列本來就想說 我要F35 就是重武器載台 對 他裡面專門打船的 高低配 高低配是聽門的 然後整個 本來以色列就講說 我不要F15了 我要F35 對 但是ES出來之後 你知道以色列做什麼表達嗎 我要ES F15就算了 我要ES 因為F15是大型的戰鬥機 它可以弄非常大的工船的那種船艦 專心彈 而在ES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加著現在的電站設備 然後還有那個電子的通訊 所以呢 就是放在加手納 是 直接一小時之內 如果你要人啟動 我就幫你來人啟動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說日本呢 這個射程 日本其實科技很強 叫解容所 馬上出來 射程900公里的極超音速飛彈 對 但是你要知道他們裡面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島嶼防衛用 是 那哪些島嶼呢 島嶼防衛哪需要900公里 哪些島嶼 在本島那邊 西南諸島 西南諸島 或者是其他島嶼嘛 對 但是900公里的射程 關鍵還有一個 它的時速是五倍音速 幾音速飛彈 五倍音速 那是一下就給你飛過來了 對 然後這樣飛過來的時候 那中國怎麼辦呢 中國我有歼20啊 中國說我有歼20啊 空中威龍歼20 他有歼20一直講了很多 其實歼20從到現在為止 中國有在一些航宅裡面也飛了五分鐘 但是他真的是空中威龍嗎 他是長空利劍 踹門生氣 跨海殺氣 但是呢 到現在為止 還想說他有很多特徵 這麼多優點 高隱身性 輕鬆突破 高機動 高感知 不過台灣你有那個三千枚五千枚的飛彈 都沒有用 是 再過來高機動性 輕易達到超音速巡航 可是現在竟然被投訴歼20 五大落點看光光 其實他的落點大家也知道 當你歼20出來這個時候 人家就問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有前面的小翅膀 你這個呢 就是你生意不足 對 所以生意不足呢 你就要學俄羅斯的壓抑 對 壓抑能夠讓你生意 但是如果你是踢門神器 你就直接過去了嘛 對 那加壓抑是幹嘛 對 空中纏鬥 是 你還需要空中纏鬥 對 補槍 你是要跟我們F16做空中纏鬥嗎 所以難怪他說歼20又想速度 又想逆中 又想高機動性 這些條件整合在一輛戰機 就是似不像 引擎壽命變短 然後所以空中纏鬥嘛 那第二個 你那個雷達波打上去 你有個壓抑之後 你整個形態裡面 雷達面變大 你雷達面就變大了 對 你會破壞你的力衝 那第二個 你要快嘛 所以你做得比較長 那比較長 你的整個載力的 負力的那個面就小 那結果做狀況什麼 身力不足 是 身力不足因為 我們知道飛機是要這樣子飛 你要看那個90度對不對 對 你要這樣飛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夠大的面積 你才有浮力嘛 對 那要身力嘛 那你在身力不足 那身力不足你要快 那你身力不足 你就好啊 衝上去對不對 你就是用你的發動機硬衝 那你就會有紅外線的問題 所以他來說 構型 身力不足 結冰 速度與逆軸矛盾 以及紅外線五大落點耶 事實上呢 這個是有一個空中未能的書 是中國的殲20 可是整本書 講的部分不到31 因為切切實實 對 他們就是湊出來了 有英國的歐盟的北約的標封戰機 有美國的F-22 對 然後有加上蘇聯的壓抑 然後全部湊在一起 中國的立向工程 在這裡面確實達到極致 但是它真的有人力嗎 是 大家想知道你來飛一下 你還記得印太的司令講過一句話 不過他們就在東海那邊見到面嗎 飛機是不錯 但是戰力 我們再觀察一下 是好 非常謝謝創作哥 所以中國的武器到底能不能打呢 真的是驢子是馬 要拉出來六一六來知道 中國從來沒有實戰過 殲20也從來沒有在現實的戰場 展現過它的逆中能力 所以它真的這麼厲害 還是吹牛 沒關係 我們持續觀察